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出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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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 出广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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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21点 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自然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显行上师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佛怕陌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练完娛烈一日的话上师融入光,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 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 就是按住 不跟随这个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呢 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 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 按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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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身而踏去 为何善养活 他这里呢 就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 我们的这个身体 如果没有就是用在这个善法方面 那就没有必要对他特别地进行照顾 比如说我们从世间的一个比喻来说明 世间当中的一些什么郡主啊 一些主人啊 这些人呢 就是经常雇一些人 就雇一些路仆啊 或者是保姆啊 就是一些佣人 那么这些人呢 主要来做什么呢 就是对主人做一些事情 如果这些佣人呢 在主人面前什么事情都不做 整天都吃吃喝喝 除了大半等这些 无有意义的事情以外 该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做的话 那么最后所谓的主人 对他会不会给一定的薪水 会不会给他 赐给所有的待遇啊 奖金啊 会不会呢 就是绝对不会的 因为他鼓来这样的目的 就是为他做事情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也是 作为身体的话 应该是心的一种路仆 就是心的路仆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 主要就是提醒我们的心 你看看你的身体呢 就是为你做事情的一种仆人一样的 那么这个仆人呢 为你的今世 为你的来世 一切事情呢 有没有做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有意义的事情的话呢 那么你养着他 整天保养他 进行地维护他 那这样呢 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身体就是离开你而去的 就是他只有人在石头里 或者是火葬场 人在那里 而你的心事 在路道轮回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 不断地在扭转 所以对你的心 没有任何作用的 为什么你如是 辛辛苦苦地去爱护 保养 一直呵护他呢 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事业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质量呢 就是只能维持最多这一百年 就是这样的一种物质 所以我们人们呢 就是太过于地执着它 也没有必要 如果你真的愿意要护持的话呢 护持自己的心 护持自己的这种善法 发愿这一点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 现在世间人们把所有的钱财 所有的禁令 世间全部用在保养身体方面 这是非常愚痴的一种行为 愚痴的行为 你如果真的有这种禁令和这种想法 你的间接能允许的情况下 还是要保护我们的心 发殊胜的愿 乃至生生世世对自己 打好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应该用佛法的智慧 一些古人的受少欲的精神来充实自己 一方面你的道性 越来越会增长的 一方面你自己的贪欲和欲望 逐渐逐渐会减少 这样以后 所谓的心可以调整 因此我们在这里 也是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的身体没有行持善法 那这样尽量不要对他特别地去照顾 如果他行持善法不错的时候 那你应该好好地吃一顿饭也可以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 一些高僧大的行为结合起来 还是有非常的必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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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宗旨 既然我们已经出席这个身体 予以了饮食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一些佣人或者是仆人 他做的事情是非常圆满的话 那主人应该在每一个月当中或者每一年当中给他该给的薪水一定会付给他的 那么给给的工资也应该给他满足 但如果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也应该考虑不应该全部都给予给他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身体首先要观察 如果真的用于善法方面的时候 我们应该该给的一些饮食应该满足他 他满足的时候大家也应该这样想 就是到底他做的如不如法 如果说如法的话 那么我们也应该给他 给他什么呢 就是自己所需要的这种饮食 衣食 不多两边的情况下可以给他予以 然后给了这样的饮食之后 让他一定要做成办自己有利的事情 那么成办有利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呢 按照《经庄严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作为发了菩提心的人 就是成办自己的利益就是利他 除了利他以外 就没有的 没有别的做事情了 因此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来讲 一定要想把众生的事情当做自己的 众生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 众生的快乐当做自己的快乐 刚开始我们学佛法的时候 恐怕是心里有一定的困难 不一定能做得到 但是我们逐渐这样串习的话 这副菩萨的加持和自己的发心力 一定会是能成熟的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应该给予了一定的行持 那么薪水 如果你没有帮助众生 没有利益自己 那么我们每天给他的财物 不合理的 没有任何利益 对自己的今世 来世 或者是行持佛法方面 一天都是没有任何事业 整天造恶业 他又非常能力的话 那这个我们不应该 对他割予一切 所以以前那个谭宗大师所讲的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的这种做法 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自己应该惩罚自己 自己应该怎么样行持 所以在修授佛法的时候 有时候应该观察自己 感谢大家 今天我们发现自己的一次性格 此一个人的我们今天出现 我们今天对此 很厉害 有时候 我们过去的人 有时候 既然 叫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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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修行人就像有关教言里面所讲的那样 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船只 然后在轮回的大海当中 依靠这个身体可以到达解脱的彼岸 然后依靠这个身体又返回来 可以度化无量的众生 但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首先为了利益有情而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对身体的对待 我前面所讲的那样 按照《律章》里面来讲 不能多于两边 不能多于两边的意思 身体比如说我们吃得太差了身体营养不出 然后身体不能如实地行持善法 如果身体吃得太多了 或者是过得太过分的一些生活的话 那么我们自相续当中生起厌离心 生起一些傲慢心 也不能如理地行持善法 因此就像以前的一些戒律当中 发愿的一样 自己应该处于中等的一种状态 不多两边 这是修行的基本的有些要求 如果你没有基本的分禍宝藏 那遇见的这些众生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依靠这样的身体 不多两边 这种情况来度化众生 暂时一定要利益众生 那么到了最究竟的时候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现在无垢的身体应该变成了 就像如意宝一般的佛陀的身体 那么佛陀的身体 就是化成无数的身体 然后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也是依靠这样的身体 来可以操作的 因此我们的身体应该说是 帮助众生 唯一利用的就是像传者一样 只要利益众生的话 我们一定要依靠他 如果我们没有依靠他 我看现在的很多 修行也好 坐禅也好 土力心 菩提心 这些全部都是 我们依靠身体来操作的 如果没有依靠 淡淡的心 能不能做这些事情呢 这些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只要是有了利益众生 哪怕是我们身体上 看一块的话 这也是 如果发了菩提心的话 那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也应该值得 这样的事情吧 这就是区别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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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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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过后讲 我们以正直来控制自己的心态之后 要行持善法 具足正直 然后主要修行 主要修行 还有净除心的一些障碍 从分三个方面来宣讲 其中第一个也是分四个科判 那么第一个科判说 总说一切十分所作的行为 其中平时的行为要寂静 必定随顺他众 还有行持自己的这种事 分三个方面来宣说 首先第一个 平时的行为要寂静 平时的行为寂静 在宋文当中是这样唱的 自主即生心 恒常怒小言 平息怒闻美 总有真实欲 那么这个宋文的意思就是说 自己应该是平常自己的主人 自己应该住在自己 自己控制自己 前面在政治正念当中 以政治正念来控制自己的道理 也说得非常的广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首先自己应该是自己有一种怎么说 就是自己的主人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这样讲的 那么自己平时都是观察自己的身心 不要自己好像对自己都是观不了一样的 有些人发心脏病的时候 有这种感觉 好像自己都是观不了自己一样 会不会马上出问题 就自己都害怕自己 这种感觉 但一般正常的人来讲 不会有这种情况 就自己 时时刻刻的自己 我现在毕竟是一个出家人 我毕竟是一个发心的巨师 我跟社会上的任何人 不相同的 在别人面前应该我要 显示我的一种如法的行为 因此我的心态 也不能太糟糕了 当然像诸佛菩萨那样 一刹那的烦恼不生 一刹那的不如法的念头不生气的话 那这是我现在凡夫俗地 不可能做得到的 但是我还是毕竟是 已经在上师三宝面前发了誓言过的 那么我自己也应该在有生之念当中 行持一些善法 所以自己对自己有一定的把握 这就是修行的一个原则 然后所谓的这种修行 心里面修行的境界 在外表当中也可以出现的 也可以显露 当你显露的时候 你内心当中 已经发了真实的慈悲菩提心 那你外面显现的行为 也应该露出一些笑容 随时我们遇到任何一个道友 什么样的 你素不相似的人也好 或者与你特别熟悉的人 平时在人与人之间 交往的过程当中 那么一定要露出一个笑容 所谓的笑容 还是应该对别人带来极为的快乐 因为人的有些 他的一些慈祥 有些和蔼 他的一些表情 真的许许多多的人 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神 clients,请不吝点赞,转发声,有些人 愿意请不吝点赞,转发吗 是стве society 第二personal Mission 事项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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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应该平行我们平时的一些愤怒的整个满面周围 满面愤怒相的 非常不高兴的心态 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平息 一定要断除 对人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发菩提心的人来讲 除了有些诸佛菩萨真的要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也显现一些愤怒相 但这些真是有一些有必要的 有目的的 通过比较平和的方式来 没办法度化的众生 密宗的一些本尊 护法身本尊 这些当中也有一些愤怒相 实际上是在有些众生面前 有这种方式来度化 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平时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自己的这种行为应该是和善的 应该是刺相的 应该是可爱的 这样以后 对身边所有的这些人 自己或者见解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 那么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过程当中 应该来说以内心当中充满慈悲 充满爱心 以这样的行为 散发出来的外面的表情 那么对众生也是有一定的利益 非常希望我们各个地方的各教派 各上师 各个教派之间应该大家融洽 只有这样才能我们大乘 广大菩提心的这种精神可以弘扬开来的 在弘扬的过程当中 没有必要彼此一直有正宏相对的矛盾 这样没有必要的 因为佛教本来都是非常的远柔 不要说我们佛教内部的 佛教跟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非宗教的任何人之间 也应该用和蔼 有和谐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的 并没有有尖锐的矛盾 所以我们说下面对所有的道友 所有的众生说话的时候 也应该说真实一点 不应该像现在世间上的一些人那样 说句话来 全部是巧言话语 但实际上非常空洞的 也没有实在的意义 而且经常出现一些欺骗的语言 尤其是发了心的人 在众生面前一定要真实语 在《亲友书》当中 我们的语言分为什么美语 诗语 还有什么颠倒语 分了三座 尤其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一定要说实话 做一个老实的人 说真实的语言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所以这个社会虽然需要一些 狭诈的语言来启蒙别人 但是这一点是世间人的做法 我们现在发了心以后 应该自己的语言上也有着改变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detained理想要脱温暂那化 是什么利用不預打的 你二字 怀疑 然不扭着音乐 但不扭着音乐 但是同时中在离问的住户 158 sloppy八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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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